Halo,大家好,我是鬼鬼 今天呢,我們來解放露娜 終於要來解放了 我把她練練練到87等了 剛剛好就是87ng 我就練到這邊為止 那,接下來我們要來解放她 我已經把她昇華好了 那露娜呢 解放應該是0年前就開放了吧 但是我終於到現在 終於才可以潛能解放 OK 馬上來解放看看 我們的 全新的露娜 確定 OK 進入關卡 公益的 呃 呃 碎片不夠 尷尬 居然碎片不夠 好 我終於收集好碎片了 我們再一次 再來進化一次 潛能解放 OK 我剛剛插了4顆 然後我多打了4次 然後我們有 練滿的雙子 所以我們應該會滿好打的 聽說以前的露娜好像 蠻難解放的樣子 不過我們現在有雙子 其實打起來應該是還行的 好 那我們的天秤座的技能 其實好像不太需要吧 露娜 把最後的部分都吞掉吧 OK 解決她 5 6 5 抗暴以上就可以了 好 那總之呢 我們就打吧 我們現在好像也不太需要存技能吧 喔 轉租時間很長 對 我們轉租時間有多3秒 啊 雙子是壓血 所以我 欸 我是不是要壓血的傷害才會高啊 好 總之 壓血的話 傷害可能會更高 好 先解決一隻 再解決一隻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先 呃 雙子存出來應該就可以了吧 有個轉星珠比較保險之外 其他應該就不用了 好 解決了 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是 手消盾 手消4 5 6 好 這個還好 這個不困難 可是要一直一直打就是了 1 2 3 4 這樣 然後1G1G來 1G來 再來是5combo 5 1 2 3 5 這樣子吧 1 2 3 4 5 好 6會比較麻煩 有時候會算過頭 6要稍微算一下 不過其實回合數蠻夠的 所以你排點珠也是可以的 那我等一下喔 1 2 3 這裡有排好1 2 3了 1 2 3 1 2 3 4 5 再來一個6 有了 OK 這樣就 進入王關 其實還好嘛 王關是什麼啊 看一下喔 王關 露娜 露娜 你已經用不著鏡子了 讓我查看你的一部分 吞沒我的聲音吧 哇 好 命顯一線 露娜神魔共鳴有用嗎 命顯一線 欸 這樣我就沒有光珠了欸 欸 雙子根本就是 珠隊友 欸 不對 我現在我的 暗珠的傷害應該很高對不對 看一下傷害沒有比較高 壓血的傷害 怎麼那麼硬 48,000喔 喔 這個很難打欸 這我們要存很多的暗珠才行欸 好 所以我這邊要靠暗珠來打囉 好 我存了非常多暗珠 而且我還壓血了 你這樣傷害不知道夠不夠 我看一下我有5顆 5顆 12顆暗珠 我看能不能切個4組暗珠出來 好 有點難切就是了 1 2 3 1 2 3 好 我不消 不消心珠好了 這樣子好了 4組暗珠不知道能不能打得穿 加油 加油 呦 可以打穿了 她的方案率是48,000 3組應該就夠了 好 露娜的解放其實還蠻容易的嘛 主要就是雙子欸 她其實是靠雙子欸 露娜根本就 沒辦法打 反而率太高了 好 露娜 解放完成 耶 終於有了 太好了 大家還記得嗎 一開始雙子的卡面跟這張是一樣的 兩張卡面是一樣的 記得是一樣 然後之後呢 才會變動作 就是雙子會比較靠近 那這個是 露娜會比較靠近比較大 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露娜的解放啊 我 終於有了喔 好感動喔 隔了兩三年 露娜終於成功 在那個 將近過年的時候抽到嘛 電玩展的那邊抽到 然後再來就是 把練馬恩再來就是解放 算是完成了一個神魔的一個小小遺憾 總算完成了 OK 目前是死了無憾的狀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露娜解放 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